他不会用那些弯下坠你 那个死人就更沉 所以说是叫死人沉死人沉 那么沉 死人为什么沉呢 他那个真放松了 松得一点气都没有了 一点气都没有了 他死去白了哪都那么稀好呢 这一弄刚死的人 冻僵的人也就不那么沉了 冻僵一扛就起了 就那死的刚死了还没僵的时候 那个人一背他一看 踢了他往下一坠 一点劲也不会叫 再来我们练功放松 有这个意思 一点劲 一撒个啪哒 啪哒啪哒 那么下来 一看那个行情的话呢 就跟那个没有骨头似的 你看那个胳膊一动 就这样 你看那里面没那个胳膊 他也在晃着呢 就没那个胳膊 这样 这里面就放松了 但一开始呢 你自己不好这么做 腿也是一样 腿就慢慢变成那个样子 当然我们聚能工的话 抬腿的动作比较少 那那个腿一动的话 也得像那个胳膊 像这么晃晃当当的就是 所以这里边呢 你要一拿出来 一弄起来 明明它是有个东西 你要绷成劲 你看一绷劲 一看 就绷成就看过来了 所以是一放松的话呢 你也只从上面一动 从上面一动 这也是这个意思 放松了 它就慢慢去开开了 我们练的腾气罐顶法 第一步功 首先要把心体放松的 每个动作都要去体会 所以像同学们呢 慢慢慢慢领会了 理解了 就够了 有些人说 让我给打个腾气罐顶法 我就给你们比一下就行了 别的功就不比了 咱就不 别的功就不比了 以后就别写条子来就 写条子我也不给比了 要不让人家讲个功 让我给比一个 因为我比了会也没意思 我比了会有什么意思 没意思 只是把动作给讲一讲就行了 因为那照高水平的打呢 看一看就看不出那个道道来了 因为它好多动作地方呢 它一走呢 那个路线就不一样了 跟大家走的路线不一样 因此看那样的没意义 所以我呢 就给大家做一个呢 比大家的动作 稍稍复杂一点点 稍稍复杂一点就行了 就是动作呢 路线基本是一致的 基本一样 没问题可以了 不行 不要紧没事 不用绑 我踩住它就行了 有土没事没关系 两个就够了 两个就够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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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